第107集 就在这时,突然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声,瞪时从市场的西面传了过来,马车里波澜不惊,毫无反应,一旁的一名书生样子的男人不着痕迹地靠上前,然后对阿金说道,书下去看看。 岳老大,你也别兜兜转转的,这个女人我要了,你要么开个价,咱们行就商量商量,你要是再跟本少爷废话,我可就直接抢人了。 一个一身白袍的男子,手拿一柄扇子,在几个家丁的护卫之下,满条丝里的轻声说道,看他衣着华丽,定是大家子弟,可是一张脸孔却极为惹人厌烦,满是猥琐无耻的神色。 虽是说着这样的话,可是一双眼睛却目不转睛地紧紧地盯着那名坐在地上满身伤痕的女子,散发出贪婪的光彩。 周围围观的百姓见有热闹可看,人人哄响,叫起好来,可见这里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多了,众人已经麻木,丝毫不觉得这其中会有什么不妥。 那名女子满头乌黑长发,面色苍白,垂着头坐在地上,手脚都被捆绑起来,静静地移动不动。 可是虽然她低着头,众人还是可以从她光洁的皮肤和弧度完美的下巴上看出这女子的艳色,宽大的衣袍十分不合身的湿漉漉地套在身上,更显得她身材玲珑凹凸有致。 裸露在外的手臂上,更是密密麻麻地布满了鞭痕,显然是受了不少的鞭打虐胆。 岳老大手拿着一张白纸,在白衣男子的面前挥了挥,极高傲地说道,"王公子,你可看好了,这是普通人家的女人吗? 这是帝国长老会招民大共的亲生女儿,是咱们大厦的顶尖的天之娇女。 万在平时,别说你想将她买回去收入私房了,就是你想看上一眼,都会有人准备随时挖你的眼珠子。 若不是人家小姐如今落魄了,哪有咱们兄弟的份儿,就这身份,就这地位,就这模样,要你二百斤,还贵吗? 此言一出,众人顿时大惊,马车里的燕巡眉头轻轻皱起,一把掀开帘子对阿金成声说道,"阿金,去看看。 说吧,就跳下马车,向着人群中央走去。 隐藏在人群中的护卫们,一见顿时齐刷刷地挤进人群,为他开出一条路来。 这时,那名女子突然仰起头来,眼神倔强地看着月老大,一字一顿地成声说道,"你会遭报应的。 这时,众人顿时看清楚了她的全貌,顿时齐齐地发出一声惊呼,只见女子面容极美,杏颜柳眉,红唇雪肤,修长的脖颈好似天鹅般优美,龙胸窄腰,身材窈窕,即便是这样狼狈,依旧遮不住她的艳丽,一双眼睛好似秋水,虽然冰冷仇恨,但却别有一番难掩的风姿。 王公子是首次听到她说话,只觉着女人说起话来,声音甜美,好似银铃,根本就没注意她说的是什么。 眼巴巴地看着她,眼珠子都差点没冒出来,突然一咬牙,狠心说道,"不贵,买了?"月老大文言,极为高兴,笑着说道,"那就成交吧,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如何?" 王公子兴高采烈的就要拿银票,突然眼珠一动,黑黑一笑,伸手摸着摸下巴,说道,"月老大,我要花这么多钱,你总得让我验验货才放心啊。 围观的行人一听,邓时哗然,月老大一愣,随即一拳狠狠打在了王公子的胸口上,笑骂道,"你这个银贼,你要是那么大方,想在这里验货,我也不阻止你。 众人心里神魂,谁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纷纷大声起哄,好像生怕王公子不在这里验货一般。 那女子此时终于露出惊恐之色,眼泪淫在眼眶处,却强忍着不肯流出来,紧咬着下唇,呼吸急促,恨不得一头撞死,偏又动弹不得。 旁边一名看管奴隶的人贩子见了,一边子抽了下去,喝道,"老实点!" 王公子见了一把推开那个鞭打他的人,说道,"一边去,老子都要买了,你还在这里打,到底有没有把老子放在眼里? 随即转过身来,对着月老大说道,"在这里怎么成,咱们找个客栈,就在那里验货,你要是不放心,就在一旁看着。 月老大笑骂道,"嘿嘿,你吃着,老子看着,老子饭贱吗?算了,看待公子跟我也是多年的老交情了,就前面的归宴客栈,咱们这就去吧。 王公子黑黑笑着,吩咐身旁的小思几句,上前一步就冲着女子走去,一边走还一边笑着,"小美人儿,别害怕,本公子会好好疼你的。 女子目光如死灰一般,却倔强地呈声说道,"你杀了我吧,我不会仇你的。 她虽然说得强硬,可声音却清脆有若百灵,王公子更是咧开嘴来吟笑两声,"别害怕呀,本公子怎么舍得杀了你,你是本公子花大价钱买回来的心肝宝贝,我疼你还来不及呢,至于从不从我嘛,可就不是你说了算了。 一群畜生,我怀疑战士不会放过你们的。 哈哈哈哈,怀疑,怀疑早就被皇帝灭了,知道罪名是什么吗? 背叛敌国,历通外敌,谁也救不了你,现在谁来也不好使,就是燕北狮子来,老子也能将它像蚂蚁一样的碾死。 轰然间,众人只见一道青色身影,顿时闪过,一身白衣,趾高气扬的王公子,煞时间就好似风筝一般,就腾云驾雾地飞了出去,直直飞了七八米远,才轰的一声,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少主,书生冷冷地看了王公子一眼,随即恭敬地转身走了回来。 只见人群之后,一名穿着一身墨绿色长袍的男子,缓缓自人后走了出来,步伐缓慢,面色冷淡,看不出半点喜怒。 他目光淡淡地从众人身上扫过,看了一眼从地上狼狈地挣扎而起的王公子,随即指着那个狼狈地坐在地上的女子,说道,带他走。 月老大看着趴在地上,久久爬不起来的王公子,站着惊惊地说道, 你是什么人,想抢劫吗?好大的胆子,不怕我曝光吗? 众人听月老大嘟囔了半天,竟然搞出这么一句话,不由得轰然大笑。 要知道,月老大在这西白城招兵买马的贩卖奴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一直是欺善怕恶的主,向来遇上软柿子就又掐又捏往死里欺负,遇上厉害的人物就报官,让官府出面。 眼下见他被吓成了这个样子,显然是看出了点端倪了。 点寻淡淡地回过头去,微微皱起眉来,语调低沉地说道, 点家这位姑娘是怀银贺连氏的千金,这样的身份你也感动,是不是胆子太大了? 月老大壮着胆子叫道,贺连氏又怎么样,怀银已经败了,任谁都能上去踩上一脚。 别说他,就算是现在燕北的王,当初在真凰还不是人见人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些人上人一旦家业败了,就连狗都不如。 我这是合法的生意买卖,有何不可? 燕寻没有说话,他只是缓缓地眯起眼睛,淡淡地看着这个男人,眼神里光芒盈盈,别具幽光。 月老大被他看得有点发毛,故作镇定地说道,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兄弟,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就此交个朋友,这件事我也不向你追究了,你看怎么样? 燕寻斜捏着他,嘴角一牵,突然感觉有几分好笑。 他妈的,都傻愣着干什么,都给我上去打死这个王八蛋。 被摔得眼冒惊心的王公子终于从地上爬了起来,对着一众手下大声地疯狂叫着。 燕寻好似没有听到他的话,静止走上前去,就向那女子走去。 月老大一咬牙,猛力挥手,自己的手下们也纷纷上前,揍胳膊挽袖子就要开打。 可是这时,原本围观的周围的一些普通人,突然伸手矫健地冲上前来,就和这些人斗在一处。 三下五出二,就将王公子和月老大的人打翻在地,刹那间遍地横七竖八的大汉惨叫哀鸣,不断翻滚。 燕寻站在那女子身前,低头望着他,见他衣衫破烂,回头对阿金说道,拿点衣服来。 阿金一冷,赶紧脱下自己的外袍,眼寻接了过来,居高临下的递给女子,说道,穿上吧。 贺连家的小姐顿时就愣住了,她不可置信地仰着头,手指颤抖着,似乎怎么也拿不住那件衣服一样。 连日以来的折磨动荡,居无定所地漂泊流浪,被一个人转卖给另一个人的羞耻侮辱,从未忍受过的艰难和坎坷。 早已让这个女子身心俱疲,她一直强忍着不哭不闹,接力保持着贺连家最后的尊严。 可是此时,她的眼眶却突然红了,她抿紧嘴角,接过那件衣服,赶忙低下头去,一滴眼泪啪的一声打在手背上。 王公子看得脸色大变,没想到自己打遍西白无敌手的护卫队,竟然在人家挥挥手之间就溃不成军。 王公子被吓得牙根打颤,瑟瑟发抖地说道,你,你给我等着,有,有种就别跑。 说吧,自己当先跑掉,几下就没了踪你。 月老大一看王公子跑了,整个人都崩溃了下来。 一改之前的印记,突然扑通一声,跪倒在燕巡的身前,大声地哭道,请大家看在我上有八十老母,下有十八娘子的份上,给我一条深路吧。 燕巡一愣,看着这个哭得惊天动地的大汉,不知道的还以为要卖身为奴的人是他一般。 听着他这耳熟能详的说辞,一时间只觉得一阵厌恶,他不动声色地缓缓说道,你想要钱吗? 你卖给那个混蛋多少? 月老大邓时心下大喜,没想到这人真是大侠风凡,吃软不吃硬。 一边哭着,一边说自己生活所迫,上天无路,下地无门,为了父母亲人,老婆儿女,才铤而走险地走上了这个充满荆棘坎坷的道路。 如今一同工作的兄弟大多在战乱中死去,无数的老弱妇孺在等待着他去照顾抚养,说得自己好像是照顾孤寡老人的人民公仆一般,最后才看似不在意的说出女子卖价是二百金珠。 自己当然不敢收大侠这么多钱了,可是为了兄弟和父母的生活富足,为了他们的子女能够上学堂得到良好的教育,自己就算成了天下最无耻的败类也无所谓,于是决定打个折,只收雁寻一百九十九金子。 就在所有围观的群众都听不下去了的时候,眼尋终于人道地打断了这家伙,听起来像是师族青年座谈演讲的长篇大论,开口说了一句让月老大痛不欲生的话。 你那么多废话干什么,再说,我也没有钱。 月老大的表情在瞬间凝结,整个人呆若目击,险些一口气背过去,眼睛不断地瞄向女子,就差说出来你没钱把人给我放下了。 眼尋看着她那贪婪的样子,冷冷一笑,说道,但是我有金子,你看这些够不够。 说着,对着一旁的一鸣有一双蓝眼睛,身材高挑的一族女子望去,那女子甜甜一笑,眼神好似蜜水,桃花般望了周围的众人一眼,随后从后面的马车里拿出一个包袱,哗啦一声将里面的东西全都倒了出来。 一座小山一样的金子顿时哗哗地掉了下来,月老大和在场的所有人面孔在煞时间化成了一种呆滞的表情,人人目瞪口呆地望着那堆积了满地的金光灿灿的金子,整个市场一片安静,眼寻淡笑道,看来是够了,那我就走了。 月老大已经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什么多钱,够去买一个西白城了,竟然只是买了一个小小的女奴。 眼看着雁寻身边的下属,真的就抱起女子向常见的另一头走去,才反应过来自己不是在做梦。 但雁寻走得远了,围观的众人才反应了过来,然而他们只是轰了一声,就集体扑上那些金光灿灿的金子,唯恐落人其后。 雁寻走得远了,还能听见月老大在拼命地撕声尖叫着,这是我的,都给我滚开。 一抹冷笑,缓缓地爬上了雁寻的嘴角。 一群贪婪的家伙,面对悲惨灾难熟视无睹,那么就应该让他们来给他们上这一课吧。 贺连家的小姐,满身是伤,被阿金缠服着,随后随着雁寻一同坐进了马车里。 抬头说道,多谢公子搭救,小女子无以为报。 第108集 雁寻没有说话,他靠在那里,似乎是在想什么事情。 女子见他不说话,也不敢开口,只得在一旁坐着。 赵明大公是怎么死的? 低沉的声音突然响起,贺连小姐一愣,连忙惊喜地问道,公子认识家父吗? 你是家父的朋友吗? 不是。 雁寻摇了摇头,我只是好奇。 贺连小姐脸上的光芒顿时退去,他轻咬下唇,默想了片刻,说道。 父亲被下属出卖,城还没破的时候,就被砍下了头颅。 二叔带着怀音的领牌,投靠了十四皇子,开城投降。 十四? 雁寻眼神微微一脸,喃喃道。 赵阳。 努力回想这个人,他甚至都没什么印象,看来真是天不忘赵氏。 若是没有赵彻,坐镇真凰,稳定人心。 若是没有赵夕,四方征讨,不服帝国的藩王。 单凭这场动乱,就能彻底终结赵氏王朝。 毕竟这一次的动乱,不单单是帝都的一场动乱,它像是一个导火索,引爆了燕北长达八年的仇恨和怒火,引爆了大同行会,筹出了几十年的一次变革。 引爆了大夏皇朝,长达三百多年的高压统治下的民生哀怒,更引爆了这整个西蒙大帝,足足几千年的奴隶遏制。 我家贺连玲,公子救了我以后,我就是公子的人了。 女子娇嫩的声音缓缓说道,然而燕循却没有半点反应,仍旧沉浸在自己的思虑之中,并无回话。 贺连玲微微一叹,不知为何心下突然一酸。 这时,外面突然猛然传来了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呼声,好似有很多人一起齐声哀思一般。 声音刺人心肺,惨烈至极。 贺连玲一愣,撩开窗帘就想向外面看去,谁知燕循却一把伸出手来将她的头压下来,以手掌蒙中了她的眼睛。 成神说道,不要看。 贺连玲一愣,身子顿时一僵,脸颊却缓缓升起两团红韵。 她乖巧的没有动,安分的认燕循蒙着自己的眼睛,也不反抗,只是不断的在燕循的大手下眨巴着眼睛,长长的睫毛不断的扫过燕循的手掌,又微微的麻痒。 这些人做梦都想要钱,我就给他们,只是恐怕他们没有这个享受的福气。 燕循声音低沉,嘴角牵出一丝冷笑。 这个世上,居心叵测的人太多了,理应杀掉,再坏一批。 七七五年,注定是一个纷乱并且深深应该被后世记住的年代。 最起码大厦东南重镇,西白城的承手,王守之是这么认为的。 听说儿子在市集上吃了大亏的王成守,带着大批的街门兵士赶到现场。 然而所见的情景却足以使他在以后无数个夜晚从噩梦中惊醒。 一堆金光灿灿的金子之上,密密麻麻的倒满了满身都是腐蚀的完全溃烂的尸体。 这些尸体已经完全不成样子,根本看不出原来的模样。 有的人眼睛都已经被自己生生抠出,可见他们在生前受到了怎样痛苦的折磨。 而在他们身前的那些弯弯沿沿的鲜血,竟然聚集成几个血红刺目的大字。 丧尽天良者,天乏之,所有人站在那几个大字面前都觉得自己的脊背一阵凉嗖嗖的凉气缓缓的升了起来。 王守之的儿子更是两条腿都在不断的颤抖。 突然,他猛的跳了起来,身上一处细小的雪洞顿时冒出了一个小小的青色蛊虫。 那只蛊虫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飞速的生长繁殖。 不出一刻钟的时间,已经布满了他的全身。 眨眼间,那个刚才还耀武扬威的成熟公子,竟然就这样生生由一个大活人变成一具没有半点生命的白骨。 而就在他最后一只眼珠被蛊虫吞噬的时候,他仍在拼命不断的发出凄厉的嘶吼。 所有在现场的人都被这一幕深深的震撼,王守之甚至没有下令让人去救他自己的儿子。 大厦和西北开族中间隔着犬戎兄兵,已经有三百多年没有和关外的异族们接触过了。 这些靠近东南的地带更是无人得知寒冷的西北大陆上有这样残忍的手段,这些东西在他们眼前已经不是人力所能比拟的。 于是,在得知了事件的始末之后,所有有份在西白城贩卖奴隶的商人在一夜之间全部逃走,甚至没有记得带上那些奴隶。 而王守之成手,则在当晚带领百官一起释放了那些奴隶,并且焚香祭天,祈求上天的宽恕。 他有十八个儿子,死一个没所谓,在这样的自我安慰之中,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但是,没有一个人敢去追查,而那堆摆放在大街之上的金子则没有一个人敢去洞上分毫,渐渐的被黄沙所覆盖。 直到有一天,几个三四岁的孩子跑到那里,从黄沙里找出一堆圆滚滚的金珠子。 孩子们开心地用着这些金珠子打蛋弓,在无人发觉之中将这些被风牙骏的人们视为洪水猛兽的金珠子打了个干净。 后世的人们只知道,在西蒙大帝的历史长河中,是燕北第一个打起了废除奴隶制,人人平等的伟大旗号,为后世的子民百姓开辟出了一个万象更新的伟大帝国。 只不知道,实际上在这之前,大厦东南的西白城就已经废除了奴隶制,该城的成绩上是这样记录的。 智人李贤,隐晦成首,王守之,悲天闽人,同情下层奴隶,高瞻远瞩,思虑谨慎,甘冒天险,废除奴隶制,堪称时代的表率,历史的伟人,帝国的楷模。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白苍立七七五年八月十七,左拥东南,历史传承,长达上千年的殿堂古都唐经,终于在这个风雨如晦的夜晚,对着全天下宣布,九月初九,皇太子李策大婚,允许大夏九公主赵岩,大赦天下,举国同庆。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雁巡正在路上,阿金聊开马车帘子,乘声说道,少主,那个女的还在后面跟着呢。 外面下着庞陀大雨,天色昏暗,一片萧索。 雁巡微皱眉,面色微微有些发白,她皱着眉头,缓缓睁开双眼,乘声说道,东西都给她了。 伪造的身份文书,一百多的金珠银票,还有干了行李,可是她固执的不肯再留在城里,一直在后面跟着。 那就没办法了。 雁巡缓缓缓说道,连日来的赶路让她的气色很不好,她靠在马车里,放下了帘子。 阿金回过头去,只见远远的大雨中,那名千金小姐一步一踉跄,几次都险些摔倒,不由得缓缓叹了口气。 阿金 雁巡突然叫道,拿一件木衣给她,告诉她,不要再跟着我们。 阿金一冷,连忙答应一声,对一旁的下人圆话吩咐。 过了一会儿,大雨渐渐小了,天色发暗,刚刚是下午就已经一片昏暗。 前方有一处茶聊,众人下来休息,阿金一路上心下疑惑,不时地拿眼睛疑惑地看向雁巡。 雁巡静静地喝茶,突然沉声说道, 你想说什么? 阿金一冷,挠了挠脑袋,黑黑笑道, 少主,我就是好奇,您平时不爱管闲事的,怎么对这位贺连小姐…… 下面的意思不言而明,雁巡却没有反驳,就此沉默了下去。 阿金不由得暗道自己,真是多嘴,少主也是男人,并且位高权重,正当壮年。 姑娘这么久不在身边,对别的女人多看两眼,有何奇怪,自己何必说出来? 阿金,你信不信鬼神? 雁巡突然开口问道, 阿金一冷,傻乎乎地张大了嘴,问道 啊,少主,你说什么? 雁巡自顾自地说道 我以前是不信的,现在却有些相信因果报应这些东西了。 他放下了茶杯,突然轻轻一想,抬起头来望着东南的方向,缓缓地深吸一口气。 阿楚一个人在外面游荡,若是也遇到这样的事,希望也有人能够对他施予援手。 雁巡目光幽远,带着说不尽的疲累,像是浓浓的海水。 天边乌云散去,雨过天晴,殿堂已经不远了。 就在雁巡于大厦边城的乡间仙墨之上仰头远眺的时候,整个詹府都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刚刚有夏儿来报,詹府的五小姐詹子明出去会客,却在乌鹏城城守府内被乌鹏城城守的夫人结下给关了起来,而这里面的原因自然是无人不明。 詹子虞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舱内抚擎,詹子葵斟酌了半天,才把一句话说得完整。 一身白色棉袍的男人住了手,然后缓缓地皱紧了眉头。 紫虞,就算五妹平时再不好,你也要想想办法,那个田夫人是有名的汉妇,万一…… 好了,我知道了。 詹子虞闭上眼睛,微微仰起头来,深吸一口气,说道,二姐,先出去吧。 可是…… 去吧。 房门被关上,詹子虞深深长叹,随即缓缓地靠在椅背上。 当天下午,船上的气氛十分诡异,船刚一靠岸,景函就已经带人下船。 此时已不在船上,一个时辰之后,詹子虞在两名下人的陪同下下了船,坐上早就等在一旁的马车,绝尘而去。 一直到晚上,灯火点燃,下人们纷纷聚集在甲板上吃饭,马车才摇摇地回来。 瞻子虞当先被人抬下车,随后是一身盛装的瞻子明,只是头发稍稍凌乱,脸上还带着一块稍厚的面筋。 下人们自动回避,然而借着微微吹起的夜风,楚桥却还是看到了他面筋下红肿的脸颊。 瞻子明是一个人回来的,并没有带回一个下人丫鬟,所以当晚饭过后,金子苏找上门来的时候,楚桥已经知道,他所来何事了。 船舱毕竟很小,金子苏就坐在梁绍青床榻上,愣愣不语,眼神有些发直。 楚桥倒了杯茶递给他,他一时竟没有察觉。 紫苏姐,楚桥小声地叫道,金子苏一冷,连忙接过茶杯捧在手里,浅浅地喝了一口。 楚桥叹了口气,说道,紫苏姐,你有什么事儿吗? 我? 金子苏磕刻巴巴地说道,我没什么事儿。 船舱里顿时就冷了下来,两人都不知道该说什么话。 这时,梁绍青突然敲门,端着一盆热水,说道,小桥,你要的水。 嗯,楚桥点了点头,走上去接了过来。 梁绍青很有礼貌地和金子苏打了个招呼,就走了出去。 楚桥坐在床榻上,将水盆放在地上,然后解开绑腿,脱下鞋子。 谁知金子苏见了,一下蹲下来,就为楚桥脱另一只鞋。 紫苏姐,楚桥一惊,问道,你要干什么? 我? 我帮你洗脚。 楚桥顿时有些生气,他眉梢一条,怒道,谁让你来做这些? 金子苏一愣,似乎有些害怕,他善善地收回了手,蹲在地上。 双手全尸还在往下滴着水,有些茫然地望着他,竟一动不敢动。 楚桥穿好鞋子,皱眉道,坐下。 金子苏连忙坐回床榻,那种小心的模样让楚桥心里发酸。 他皱眉地说道,说吧,到底有什么事? 金子苏微微咬着下唇,想了很久,还是摇了摇头。 没事,我……没什么事? 说吧,他就站了起来,脚下却一软,几乎倒了下去。 楚桥连忙扶住了他,透过衣衫,只感觉这女子瘦骨凌寻,单薄得惊人。 金子苏走到门前,打开房门,江上的风很大,一下就吹乱了他本就有些枯黄的头发。 他其实还很年轻,还不到二十五岁,可是眼角却有了细密的皱纹,皮肤也并不光洁,苍白的惊人。 月儿,你好好睡吧,夜里风大,记得盖被子。 金子苏说了一句,然后转身离开。 楚桥目送着他离去,只见他衣衫单薄,身形消瘦,好像一阵风就能将他吹走一般。 一丝悲凉,骤然从心底升起,他久久站在门口,终于还是深吸一口气,做了这个不理智的决定。